全身貫注猛力一品超過100公斤的槓鈴被高高舉起 兩件奧運金牌舉重好手許竹競 爆出在2017年安娜韓市警賽時 竟要檢測並未過關 射藥競賽風波延燒 現在傳出前奧運台拳道國手莊家家也疑似使用競藥 在中華奧會公布的11人競賽名單當中 2017台北市大運中 莊家家在台拳道四場總決賽對上南韓最後奪下銀牌 她同時也是2015年市警賽冠軍 今年1月接任桃園市體育局局長 我是沒有使用競藥 一些運動選手會被偷到要做檢查 我是有被偷到要做檢查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是沒有被通知到 所以我變成說沒有去登錄行蹤 本意規定向世界反金藥組織回報行蹤而遭到禁賽 莊家家表示目前仍在申訴中 而使用金藥的選手當中 還有其他9名舉重健美以及建立等項目選手 其中舉重選手許淑敬知名度以及成就最高 在國內體壇投下震撼蛋 記者尊映修維台北報導